今天國會大現場來證明 丁一鳴真的沒離開過 因為傳聞他竟然先前還打電話去 游錫坤辦公室心思問罪 發生了什麼事 把時間交給佩玄 好 直播觀眾帶你來關切到 在國會最新行政院長蘇貞昌的愛將丁一鳴 也就是現在的行政院顧問 遭爆料曾經打電話 致電給立法院長游錫坤的辦公室 甚至是以心思問罪質問的方式 認為他們的幕僚是不是跟媒體放話 我們來聽一下游錫坤 稍早訪問 那我們應該扁 平等 尊重的原則 如果有什麼意見的話 可以循正常管道來溝通 事實上兩邊有正常管道 所以有覺得會不變很尊重嗎 我沒有其他要講的 我只是我要講的就是說 我們只要全正常管道來溝通 我想都可以避免外界的預測 或者是一些紛擾 事後有向政院來講 但其實這整件事情 就是因為在日前提出服務院 針對了公投到底要不要提對案 找來許多民進黨的大發的立委 或者是民代來討論這件事情 那其中包含市長等人 而在會中其實也特別提到了公投不提對案 但是針對這件事情 定一鳴認為是不是由行政院 立法院這邊先向了媒體放話 所以才導致許多人的報導爆出來 而立法院的辦公室木良這邊 其實也感到非常的不滿 以及立法院長游錫坤也是相當的不滿 認為沒有被尊重 而對此行政院雖然說是不實指控了 但是立法院長今天的受訪可以看得出來 跟行政院的受訪是明顯的不同調 甚至表情也不悅的表達說 他自己是不是不受尊重 也特別的提醒 兩院之間最重要的事情 應該是要互相尊重 那麼針對今天除了公投這件事情 提對案 然後還有提到了立民致電給立法院辦公室 刑事問罪之外 特別還有提到了在立法院的B2 停車場這邊還列為了危險的部分 就是拿來當成印刷場使用 不過對此立法院長游錫坤也說了 確實這件事情引發了國人不滿 以及引發了國人的重視 甚至是觀感也不佳 那麼也因此在這件事情上面 立法院這邊也會來做相當的改善 那麼以上是在國會最新 將鏡頭交還給紅內主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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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